現代人因為工作時間長 生活壓力大 運動量不夠 以及飲食不均衡 容易造成排便不暢順 透過Orville社群口碑資料庫 追蹤最近一年內 預防變卑滑的網路聲量表現 可以發現榜單上出現的食物 以水果和蔬菜兩類為主 其中蘋果 因為高纖維 成為了最多人說的水果 但有專業醫生就留言 攝取蘋果、香蕉等附含水溶性纖維的水果 因為需要製作吸收水分 來促進消化度的餘動 若果水分攝取不足 反而會加重便秘的問題 第二位就是南瓜 而大力水手最喜歡吃的菠菜 就排第三 菠菜在人體腸胃裡面運行較快 而且附含甲、尾、纖維素等營養 有助將水分吸入結腸 令排便更加相信 生藥就緊隨其後 它在日本 被譽為天然的解變藥 它的黏液 就是可以促進腸胃餘動 改善便秘困擾的纖維 其餘抗便秘的食物還有 火龍果、燕麥、粟米和芹菜 香蕉含豐富營養 當中的膳食纖維 可以出進腸胃餘動 有助改善便秘 不過吃錯了香蕉 就會適得其反 台灣癌症基金會營養師 鄭欣宜就說 青椒 含有較多的果膠 和抗性澱粉 不容易被腸道消化 進食之後 甚至可能會引起腸胃脹氣 加上果膠有吸水的特性 有助於改善輻射 但就無法幫助排便 反而可能會繼續變秘 而黃椒已經成熟 其中的果膠 起熟成過程中 已經變得較易消化 而熟香蕉的水龍性腺食纖維 亦都比較高 因此可以幫助排便 當香蕉進一步成熟 俗稱梅花點的黃色香蕉 含有果果糖和生理醇 果果糖可以在腸道 幫助細菌分解 加強長度細菌的平衡 提升長度健康 而生理醇 就可以出進腸胃餘動 幫助排出縮變 最可以幫助解決便秘 不過要留意 黃椒的糖分較高 糖尿病患者就不適宜多吃 而無論是青椒還是黃椒 都含有較高的甲 腎功能不好的人 最好還是不要吃香蕉 新年時大吃大喝 如果吃了太多蘿蔔糕 湯圓 這些高脂高立 但低纖的食物 很容易飲食失衡 令到腸道羽動緩慢 就會形成便秘 台灣營養師劉思瑜 就分享了腸道保健的要點 首先 一定要喝多點水 經常令到腸道吸取足夠的水分 和滋潤 另外飲食方面 用水果代替零食 成為餐與餐之間的點心 而當吃正餐時 就可以先吃初菜類 才再吃肉 確保每餐的纖維量足夠 而煮飯時 亦都可以將部分的白米 替換成糙米等全穀類 其實糙米的線食纖維 比白米多六倍 不單有助舒緩便秘 亦都可以幫助身體 排出有害的物質 尤其適合用來減自日土腩 芫荽是一種常用的香草 和番茜、紅蘿蔔和芹菜是同科 不過不少人都搞不清楚 芫荽和番茜之間的分別 雖然兩者都是香草 外觀相似 但其實芫荽的氣味比番茜濃烈 芫荽皮蛋湯用的是芫荽 而通常用於西湯 沙律和西餐裝飾的就是番茜 中醫就認為 芫荽有溫中健胃的作用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寒性體質的人 如果適當地吃一些芫荽 可以改善手腳冰冷 而在營養學方面 吃芫荽就可以有助降血糖 增強免疫力 有益心臟 維持腦部健康 保護皮膚 和促進消化 不過低血糖 對香草容易過敏 服用薄血軟 氣墟和風熱感冒的人 就不適宜吃芫荽了 亞洲人習慣在炒菜前 將蔥、薑、蒜、切碎 一起下油鍋炒至金黃色 之後才放入其他蔬菜 入鍋炒 當蔥和蒜用不完的時候 保存方法很簡單 只要將蔥洗乾淨之後 再切成蔥段或者蔥花 再保存在保鮮盒 然後放入雪櫃 可以冷藏保存一周 冷凍保存兩個月 而大蒜最好保存在乾燥 陰涼和通風的地方 將大蒜冷藏 並不是最理想的保存方式 只要將大蒜的根酥 全部剪掉 就不會輕易發芽 很多人不喜歡吃秋葵 但是秋葵有豐富的維他命C K和抗氧化劑 它對身體有五大好處 包括有助控制血糖 有助降低膽固醇 有助控制高血脂 有助改善消化和減少疲勞 但是從中醫角度來說 秋葵屬於寒涼食物 胃部吸收和消化力不好的人 孕婦 患有慢性腎病的患者 都不建議食用秋葵 秋葵可以用於煮湯和小炒 它含有豐富的果膠黏液 加熱之後會變成膠狀病釋出 攀飲時而用高溫 快煮兩分鐘左右 或者以快炒的方式處理 除了癌症之外 心血管疾病 可以說是現代人 普遍都會面對的健康威脅之一 在現代人飲食過度 不均衡和越來越精緻的情況下 越來越常見 膽固醇過高的風險 也不再限於中老年人 好在透過飲食 可以有效降低和控制膽固醇 過去有不少的講法認為 食物所限的膽固醇 即是善食膽固醇 是造成人身體膽固醇過高的成因之一 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 人體的膽固醇由肝臟所製造 比善食膽固醇 減少飽和脂肪的攝水 更加有幫助 不妨以魚和雞肉為主 減少洩水紅肉 例如豬、牛、羊、雞蛋 以及全肢的乳製品等等 烹調也應該以負衡不飽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例如橄欖油為主 現在已經有很多研究發現 反式脂肪會提高壞膽固醇 對人體的威脅甚至高過飽和脂肪 大幅提高了心臟病發生的風險 而反式脂肪主要來自以輕化植物油為材料 或者用輕化植物油 飯條的煎炸和烘焙食物 所以人造牛油、奶蒸、蛋糕餅乾零食等加工食品 都含有反式脂肪 而牛、羊的奶和脂肪以及他們的製品 好像全脂牛奶和牛油 都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 所以都應該少吃 而食物中所含的天然腺食纖維 尤其是水溶性纖維 可以與膽酸和膽炎結合 形成分辨、排出體外 由於膽固醇 是膽酸和膽炎的成分之一 所以這樣 肝臟就會消耗更多的膽固醇 附含水溶性纖維的食物 包括燕麥、腰斗、扁斗、蘋果、香蕉、梨、布朗等等 肚腩的成因有很多 有些是脂肪積聚 有些是吃多了 容易脹氣的食物 有些是因為便秘 台灣營養師 朱瑞君 在個人平台 分享了8種蔬菜 不僅可以幫助腸胃育動 亦有助減少身體吸收油脂 穩定血糖 菠菜 腺植纖維豐富 有助腸胃育動 海帶 含不飽和脂肪酸 有助清脆多餘膽固醇 秋葵 含水溶性纖維 促進消化度健康 枝豆 含豐富蛋白質和纖維 可以增加飽足感 苦瓜 含豐富水溶性纖維 有助降血糖 蓮藕 含蛋白質和高纖 有助減少油脂吸收 冬菇 含豐富水溶性纖維 可以吸收多餘膽固醇 紅蘿蔔 有豐富的維他命 增強人體免疫力 想簡單烹調 只要搓一搓 再淋上麻醬或者酸辣醬 就可以製成簡單的涼拌菜 好, bye 好, bye 好, bye